寻求连任的吉安香港游淑貞 他也开始请假立冲选举 以村为单位 在各村村长代表的陪同之下 一起展开挨家挨户扫街拜票行程 游淑貞表示 他过去四年的努力成果 让乡亲看得到 希望乡亲再给他四年 他会带领着钢铁团队 继续打造幸福大吉安 铁人乡长游淑貞 利用请假时间排定各村的 挨家挨户拜票行程 在村长及代表们的陪同之下 走进每一个家庭 亲自向每位乡亲拜托 365天不休息 四年如一日的游淑貞 坚持一步一脚印 来走完我们整个吉安乡 这几天利用假日以及晚上时间 我们已经走遍了五个市场 跟七个村 未来我们相信走到每一个地方 请听到乡亲的意见 看到了乡镇的建设 心里是欣喜的 因为这四年带给我们路坪水沟通 甚至于是洁净的家园 听到乡亲给淑贞的鼓励 跟加油声 也是激进我们的原动力 能够再继续的卖钱 未来能够还有机会打造 四年吉安乡的繁荣 精进跟建设 我相信一刻钟都不能等 365天不休息 这是我们坚持的执政施政的愿望 我们一起加油 游淑贞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热切回应 连路过的车辆都摇下车窗 为游淑贞交打气 游淑贞表示 他过去四年的努力成果 让乡亲看得到 希望乡亲再给他四年 他会带领钢铁团队 继续打造幸福大吉安 建议会吉安乡报道